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多普的编辑与时间设置 多普的编辑顾名思义就是多个步骤集成到一起 现在我做一个多步 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以调用素材的方式 然后来只完成一个多步 这是我的第一步编辑好了 然后我再更换一个位置更换一个颜色 这是第二步 然后第二步当它提示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这里面并入还是替换还是移除 还是移除 我们选择添加第二步 这是我的第二步效果 第三步 我们给它一个红色 然后第三步 清除 第四步 现在呢我们就以四个步骤为例 那么多步保存下来 我们首先就是看一下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多步 第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下面这一盘按键 去手动的去执行这个多步 那么这个多步呢 你可以手动的去 比如说你编辑好灯光秀的整个多步 你可以通过它去进行控制 手动的去控制 然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 更改它的这个触发模式 那么在更改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设置好每一步的时间 比如说第一步我要让它执行两秒 第二步四秒 六秒 八秒 好这个时候呢 你给了时间之后 它的每一步 你够了之后呢 它是通过 你给它的时间数据 但是你的控制方式呢 它还是 以手动的方式 去控制它 好这是每一步 你给了时间之后 它还是按照时间在执行 然后呢 我们更改了时间之后 如果说你想自动循环 那你可以改一个模式 触发模式 够就是针对于这一排按键 第二个呢是跟随 跟随就是跟随你的时间 自己的去自动循环 我们看 自动循环 对吧 这个灯就是多部的两种控制 那么如果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时间先给之后再去改这个模式 是因为 如果说你是先给的模式 然后再给的时间 那么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你推着 这个时候呢 每一步没有时间 它的运行速度会达到 以最快的速度再执行 但是呢 这样对 灯具本身的伤害 它比较 比较大 所以我们一般是先设定好时间 然后呢 再去设定这个 触发模式 那么触发模式呢 总共有 几种 我们看 这种呢 是跟随 当我们在更换这个触发模式的时候呢 场景 尽量拉下来 拉下来 不要让它执行 当你设定好之后再去执行 第三个是时间 时间是什么 时间就是触发时间 它现在默认的是一秒 对不对 我现在关掉它 这个时候呢 每一步 是 以一秒钟再执行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 灯光秀的第一个节拍 是多长时间 你可以直接输入这个时间 然后呢 让它每一步 自己去运行 那我们来看后面 如果后面呢 我给它设置为 两秒 我们看有没有效果 一 二 三 四 这个时候呢 你给的这个渐入 如果高于这个触发时间 那么这个触发时间呢 它就会失效 它就会失效 如果说 你的时间低于这个触发时间 那么 它是以 哪一个时间 高值 来进行 分等级 哪一个时间 比较多 比较长 它就执行哪一个时间 这个呢 就是第三种模式 那我们常用的 只有第一和第二 第三种模式呢 其实跟跟随的 这个概念是差不多的 第四个呢 是声音 声音就是声控 你可以外接 接收音频的设备 然后呢 这里 让它听到声音呢 去自己执行 这个多步 那么这个呢 用的比较少 基本上用不到 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 四种触发模式 然后再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 下面这一排 推杆是用来控制 这个多步的下一步 那么上面这两排呢 第一排是做什么呢 第一排是置顶 置顶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现在推一个 推一个场景 不同的设备的 我们重新挑选一个 不同设备 比如说第一 好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第六 假设我现在同时 在执行这些步骤 对不对 两个步 那么你也想要快速的 去屏蔽某一步 你可以通过这个置顶 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以无论你推的十个 它只执行你按下去的 这一个 然后当你松开 它全部恢复正常 好 我们看 置顶 松开 好 置顶 然后松开 OK 这个呢 就是第一排按键 也就是将同时 多个场景执行的 某一个 作为最高等级在执行 然后它会自动屏蔽到其他的 那么第二排呢 就是用来进行点控 进行点控 这个非常好理解 就是自己可以手动的去 点击 你所编辑的场景 这个呢 就是三排 按键的各个作用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我们重新把这个 恢复到这个常用的模式 跟随 然后每一步的时间是两秒 这个时候呢 两秒 也说我不想让它建筑 我把它归零 好 归零之后我们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 每一步在执行的时候呢 是结束的时候呢 没有收光的过程 没有收光的过程 这个就是剑出的一个作用 剑出呢 就是让光慢慢亮 其实跟单步是差不多 设置这一块 跟单步才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就是 比如说胶叠 胶叠比如说我的第一步 我要让它去对称 那它是地面上的一排设备 我们当时选灯 做这一步的时候 是从中往右选灯 我现在给它两个翼 然后呢去打开这个胶叠 比如说零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第一步就拥有了胶叠的效果 好 那比如说第二步 第二步呢 我也可以给它打开胶叠 比如说改成零 然后呢 也是两个翼 然后呢 我把这个方向 改为逆向 我们看一下效果 也就是说多步 你可以进行多个步骤 进行连接 然后呢 去单独打开 每一步你想要修改的东西 比如说第三步 第三步呢 我想要出现交叠 出现交叠呢 这个时候呢 你要怎么去出现 怎么样去执行你的顺序 比如说一到八 九到十六 十七到二十二 好 然后再切换过来 一到八 关掉 九到十六 然后呢 十七到二十二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一步 设置一秒钟的交叠 或者三秒 然后呢 以九十五的 这个交叠 再执行 一 二 三 四 因为发现第三步 在亮的时候呢 它是根据你 交叠的高级变组 所执行的顺序 在执行 好 我们都可以看到效果 非常明显 它是以渐入的 以柔和的状态 咱们前面都讲过 交叠九十五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包括后面的单属性时间 运行时间 你都可以去进行设置 这个呢 就是多部的一个 连接和编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 刚刚这个运行模式 它是针对于多部的 对不对 运行模式 咱们前面没有讲 你可以停止于最后一步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效果 你会发现 我给它设置了之后 它是不会停止的 对不对 当我 你设置好了之后 你要重新运行一下 这个场景 这个时候呢 它就生下了 它保持在最后一步 保持不动 你需要再次的 重头运行 你需要够一下 让它再次的 再来一遍 然后呢 它又停止了 我们重新设置为 循环 模式 然后呢 再看一下 这个多部 关于这个 释放模式 我们前面 也讲过了 那么关于多部 我们再次 回顾一下 看一下 恢复默认值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它执行第二遍的时候呢 它才产生 这个恢复默认值 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 让每一步 都拥有形成 这每一步 不同的布局呢 当时我是给它 都保存了 恢复默认的 不同位置 所以它会 在那个位置呢 重新再执行 重新再执行 也就是说 当你给它之后呢 如果你设置 设置了恢复默认 位置的恢复默认 那么它就会从 你给它设置的 这个位置 然后去执行 这个步骤 从起点 到终点 也就是说 建了每一步 它都是有起点 有终点 这个呢 就是恢复默认值 和保留 最终值 保留之后呢 它只要执行过 一遍之后呢 它就 每一次都会在原地 现在第一遍还是有的 因为第一遍 我们是遗留了 不同的位置在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第三步 第四步 它直接就出光了 这个就是多步的编辑 和焦地的一个设置 包括后面的 你都可以去做 那我们来看 多步 如果说我想要以分配法 比如说我现在选择 这三排设备 然后呢 我给它 六个亿 一排两个亿嘛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 红色 然后以分配法的形式 去做这个多步 我们刚刚做的是整体布局的 现在呢 以单个布局分配 分配的形式啊 然后呢 我重新把它返回 到红色 下一组 填着第二步 然后恢复到红色 第三组 第三步之后 它就不会再进行提示了 因为它识别了 你已经要作为 一个多步来进行保存 嗯 OK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以分配法来制作的多部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以分配法的话 基本上就会用到这个技巧的何况 如果没有用它 你需要编辑每一次都要去选灯 然后呢下一组 你还得去选灯 每次都要手动去选择这个灯去 有时候也可能会选错灯 对不对 但是我们用这个技巧的何况来进行 分配组数的排列 就会特别的精准 你比如说你要从左往右去排列 你可以选择S分组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排都是1到16 看 你要全选点一下设定 让它全选就可以了 每一排都是1到16 如果说你再把X块分成两个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可以看效果啊 它就变成了四个为主 那你如果说你需要的是六个 六个的话 我们输入3到3456 变成了三个为主 那如果说你想纵向的去排列 那么很简单 只需要重新选一下灯 纵向滑过来 然后呢 X块3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12345678 X块的话 也就是说 它会自动识别到 你先选的哪三个灯 然后第二组三个灯 第三组的三个灯是哪一个 因为我选灯的时候呢 我是纵向 所以X块呢 它会设备到 你前面先选的三个是这个 所以非常的方便 好 我们合格主题 以分配法形式的这个多部 好 然后呢 给它设定一些时间 0.5 我们以0.5秒来递增 1秒 1.5 2秒 2.5 3秒 3.5 4秒 OK 然后呢 把它的模式 模式的话 你如果说全部要改成跟随 你只需要点一下触发 它会全部选中 然后改成跟随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把它设置为 跟随的一个状态 跟随的一个状态 然后看看结果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对它的触发 触发模式呢 设置两种 一种跟随 一种是这个时间 这都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分开 也可以 这三个模式 同时分开去操作 比如说我现在把 第二步改成go 然后再去执行 当然运行第一步的时候 第二步呢 你就需要去go它 然后后面呢 借着往后面运行 这个就是它触发模式 不是说每一次都 允许一种出现 可以多种不同的触发模式出现 但你得明白它 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们再看 多步如何去插入这个步骤 插入这个步骤 比我现在呢 还是以这三个 好 以这三个 然后呢 我去更换一个位置 比如说更换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要往后面添加 很简单 直接添加进来 那如果说我现在想要 插入第一步 比如说我现在调用一个 我调用一个场景 第一排和最后一排 定位 定位之后呢 我调用一个位置出来 然后呢 我更改一下 颜色 绿色 这个时候如果说 我想插入为第一步 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通过这个储存 通过这个储存 在点击储存之前 你需要的就是展开这个多步 然后把这个 展开之后是什么概念 就相当于把这个列表 放到这里来 场景列表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 你选择储存 然后选择一号 以灯具插入 那么插入呢 那以通道和以灯具有什么区别呢 以通道的话也就是说 它只插入你激活的数据 就是我们在前期激活的数据呢 有哪些 有这个垂直水平 包括这个位置 其他的没有了 对不对 那么激活和未激活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 绿点会变成红点 你看我现在稍微动一下 它这里会变成小红点 对吧 也就是说这是激活状态 这个时候如果你通道插入 你以这个通道插入的话 它只插入这个垂直水平 也就是位置加颜色 所以你插入进去的 没有激活亮度 这个场景它是不亮的 所以我们插入肯定是希望 它以灯具插入 以灯具插入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激活的任何 不管我这里有没有激活的 比如说我只激活了这个垂直水平 那其他我没有激活 它会自动默认关联所有属性 也就是说以灯具插入 是当前设备的所有数据 然后不管你是有没有激活的 它都会自动激活进行保存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插入之后去推一下第一步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就成为了第一步 如果你想插入成为第四步 那你直接点储存 选择四 那就可以把它列为第四个步骤 也就是说你要把它 新插入的新添加的场景 归列为第几步 你直接选择第几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看到效果了 然后你插入的场景列表 通过我们展开之后 已经排列出来 那这里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怎么回去呢 我点击这个编辑场景 编辑场景 然后退出展开 就可以恢复到你原本保存的场景数据了 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 所以这个点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 当你展开步骤之后 切换到其他窗口 怎么回去呢 通过这个边境场景 然后呢 退出展开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都不插入的 这个方式 我们进行演示 当你插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插入的步骤 它是跟随你的这个触发模式 比如说你前面设置的是go 那么插入的就是以go的形式 那现在我把第一步设置一秒钟 然后把最后一步设置为两秒钟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去更改时间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重新推一下 一 二 三 四 好 我们再来看 你也可以在前击插入的步骤 搭配这个单属性的时间 比如说我现在重新再添加一个 我添加一个侧面上的 好 比如说他 然后呢 我想让他在保存之前呢 先执行水平两秒 然后呢 垂直 延迟两秒 然后垂直也执行两秒 OK 我们看一下 我们提前给他设置的 他是否产生时间的效果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go 去促进他快速运行 好 这个时候呢 他的时间是产生效果的 我们再看一遍 把目光放在最后一步 就是测评上面的 这个布局 好 这个布局 给他释放 恢复默认 这个时候 它是先运行 水平 再运行垂直 也就是说 他的时间是产生效果的 这个时候 你在这里呢 就不需要再去进行 任何时间的设置 当然这个时间 我们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如果你改了之后 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 我现在改成四秒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当我改成四秒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四秒 它是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的 水平两秒 水平两秒 OK 也就是说 它还是按照我们 之前保存的时间 在执行 所以你这里呢 给了时间 它也是 没有任何作用的 这里呢 需要大家注意 那么尽可能避免 复杂的情况出现呢 就是 我们最好还是 后期 所有的布 后期去修改时间 要保证 一个规范的 一个操作 这个就是多布 它的 一些知识点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想修改 修改 怎么样去修改呢 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把 第十步 首先呢 修改的方式 你要 有两种啊 第一种就是 直接推上来 好 推上来之后呢 我选择 它的设备 它的设备是 哪一个 哪些设备 哪些灯 你选中它 比如说我要更改 为红色 好 更改完之后呢 你节点储存 然后呢 以通道并入 以通道并入 也就是说 只并入我的 颜色数据 其他保留 其他保留 那我们推出展开 再看一下 它是否是 变成了这个 红色 好 OK 这一步呢 就变成了红色 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 你可以通过 导入的方式 通过导入 或者是 编辑当前部 都可以 编辑当前部呢 它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两者 它单个来讲 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它的区别就在于 你编辑当前部 你就可以接着 编辑下一步 下一步 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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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红框在跳动 对吧 那如果说你是 使用的这个 直接导入的方式 那么 你去编辑下一步 它就不会说 从你这一步 往下一步 它是 默认停留在 你停留在哪个地方 它是接着 往下一步 上一步 所以当我这个 比如说编辑第七步 那么它的红框 就会跟随 你所编辑的当前部 然后我利用导入 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红框 你会发现 它是不会跟随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编辑下一步 它会接着 第七步到第八步 这个是它两者的区别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第十步 好 导入 导入之后呢 我想更改一个数据 比如说更改为黄色 OK 这个时候呢 重新点击它 然后呢 展开步 储存第十 以通道编入 OK 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这个时候呢 变成了红色 那我们再编辑一个 带有图形的这个多部 比如说我现在 选择第一排 最后一排 然后我现在随便 给它一个图形 比如说让它对称 四个一 负二十的相位 好 现在呢 这个是我带有图形 现在是随便加载的 一个图形 对吧 然后我接着往后面保存 如果说带有图形的 你需要修改到图形的参数 那么 这个时候你单推 第一种方式是没用的 比如说这一步 是有刚刚编辑的 然后你想去修改一下 它的这个速度 我们肯定选择 对不对 进入图形 进入图形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是空的 它根本就没有识别到 你到底要修改的是 哪一个场景 哪一个图形 那怎么去操作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你只能用第二种方式 就是还是以这个编辑或者导入 我们编辑它 编辑它之后呢 比如说我想修改一下速度 当我们编辑导入之后 它你就会发现 这个场景 用了什么图形 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选择它 比如把速度改成两秒 OK我改成两秒之后呢 这个时候怎么去 合并到我的12 点击储存 选择12 然后呢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有一个替换 对不对 你要以登距 以通道都没关系 这个时候其实你 以通道 以登距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没有关系呢 我们看 我们导入之后 场景的数据 已经自动帮我们全部激活 也就是说你以通道 它只识别到你激活 但是我现在激活的是全部 所以它也会直接 替换进去 如果说你只是 激活了个别 那这个时候 你就使用这个 以登距替换就行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两者都没有关系 我以通道以登距都没关系 踢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第12步 是否改成2秒的速度 它原本速度是10秒 现在是2秒 大家可以看到 发生了变化 对吧 这个就是多部里面 含有图形的修改方式 这个呢 就是多部的几个知识点